在原始社會隆斷萌芽區出現了以不同種動物為原型的圓龍形象 比如說豬型圓龍、鷹型圓龍、馬型圓龍、惡型圓龍等等 其實從那個時代的個別圓龍來看 已經不是單一的動物形象了 部分圓龍已經包含著多元綜合的萌芽 比如說北方紅山文化的豬型圓龍已經不是單純以豬為圓形 而是豬頭和蛇身的綜合 而內蒙古的馬型圓龍也不是單純以馬為圓形的 而是馬頭與蛇身的綜合 再比如大西文化的鹿型圓龍 綜合特征也格外的明顯 體現了鹿頭加蛇身加虎爪加魚尾的多元元素 這種併存兼容的關係是發展成為今天龍形象的第一步 而圓龍從簡單的併存關係走向初步的化合 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後的殷州時期 在中華文明走向初心的歷史背景之下 中國龍的主流形態也從炎黃時代的元龍走向了商周的奎龍 商代奎龍也不是一種形態的 從現代的考古發現來看 至少有十幾種龍的樣子 它們大多帶有不同元龍的綜合意味 商代的奎龍作為通天神獸 本質的特徵是兩個方面的綜合 頭上長腳身體能飛 從當時重要的青銅器上就可以看到一種體型象蛇 腹部有一族 有時候也沒有族或者有雙族的情況 張口捲尾的動物紋式 這個就是奎文 那麼為什麼在商周的時期 龍的形象會得到逐步的統一呢 首先 商以中原地帶華夏文化為依托 文武兼施對外發展 逐漸形成了一體的民族融合國家的雛形 同時商代敬天信神的宗教觀念特別的盛行 對神、對自然、對祖先都很崇拜 所以龍的崇拜也顯著的盛行了起來 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 從商代開始龍就超出了元龍的形態 更加接近於成熟的龍的樣子 而且超越了元型動物 更多的賦予了神性 它的數量也在明顯的增加 比如說在殷序的富豪墓等大墓當中 幾乎遍地都是龍 到了周代 龍的綜合性就更強了 並且抽象化 比如這件西周盤龍紋蓋雷 蓋頂的龍牛就非常的特別 豬的頭、豬的嘴、豬的眼睛 好像還有豬的獠牙 但是它的頭上卻長出了粗壯的雙腳 前肢也近似於豬 但是如果仔細看的話 卻長出了陰影一樣的利爪 整個身軀全軀像蛇、遍體鳞片 是一個綜合的龍形象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時代 實現了從殷州奎龍向飛龍形態的轉化 從而為中國飛龍的形態奠定了基礎 這個時候的飛龍是有翅膀的 秦漢時代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這是中央集權的古代封建國家確立的時代 龍開始和皇權聯系了起來 司馬遷的史記記載 秦始皇開始的時候被稱為祖龍 中國歷代皇帝自明真龍天子 應該就是源自於秦始皇 而漢代的開國皇帝劉邦 利用龍的神秘形象來強化自己的封建皇權 大家都知道嘛 他出身並不高 為了說明自己軍權神獸的高貴性 劉邦號稱是他媽媽和蛟龍身道 把自己說成了是真龍天子 在漢代龍還有個重要的走向 就是以龍表示蒼龍星座 湖南長山馬文堆漢幕出土的天文氣象砸簪圖 多半是以走獸型的飛龍表示蒼龍星座 有時候也表示有雲從龍行的氣象變化 從宋代開始 中國龍的形態就發生了重大的轉型 秦漢時代飛龍有意靠翅膀來飛 而宋代的黃龍不半身上是沒有翅膀的 靠騰雲飛行 從炎黃時代的元龍到英州之際的奎龍 到春秋戰國秦漢時代的飛龍 再發展為宋代的黃龍 之後在宋、元、明、清的近千年時間裏 中國的龍文化還在不斷的發展 一方面在民間 黃龍成為了獅雲不渝保護農民的水生龍王形象 而另一方面在國家意識的形態當中 黃龍成為了黃龍 走向了至高無上的皇權象征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歡迎訂閱 給我們打掌握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